另一個部分則要來關心疫情 來看到的是桃園 桃園市長鄭文燦今天在防疫會議當中表示 新增加了一名越南籍的移工 在快篩之後呈現陽性已經PCR確診 目前這個移工的確診的個案 主要是遠雄自貿港 那麼主要是雅旭電腦的這個員工 那總共有確診的78名 那這個是雅旭案已經慢慢在清零 那另外我們進行了企業的移工的快篩 那已經完成了67305位 那麼剛剛有特別說明 有新增某職場的越南籍的移工 那一位快篩跟PCR都是陽性 那其他的採檢結果6萬多位都是陰性 我們為了確保移工的健康以及防疫安全 我想這一次的快篩是必要的 那謝謝勞動局工業局 在短短的時間內已經全部都完成 67305人的快篩 那不過針對這個越南籍移工的這個疫調 那我們有我們市政府的這個衛生局警察局的疫調團隊 那特別追蹤他的足跡喔 發現他跟這個我們這個前都刷刷鍋 這個吃鍋的阿嬤那個家庭 那個家庭的媽媽她本身就是從事這個美甲 以及有睫毛美容這樣的工作 在這個工作坊這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坊的足跡呢 這個這個越南籍移工呢 他跟他的這個女友 曾經到這個工作坊去做這個睫毛美容 所以兩個足跡是有重疊的 那初步預判喔 那麼可能的感染源 也是在這個從這個前都刷刷鍋 這個這個家庭 18630這個家庭 那詳細的疫調 我們下午3點來說明 所以越南籍移工的感染源初步預判 也是可以確定的 好來看到的是剛剛 這是桃園市長鄭文 像他特別強調前都刷刷鍋 現在呢又衍生了新增加的確診個案 而另一個部分呢 在今天桃園市政府 他們所公布的個案足跡 也要帶您來了解囉 好分別呢有哪裡 有巴德新人花園夜市 有這個移一圓服飾平鎮店 然後呢還有很多家的7門市 以及桃園的慈戶宮 還有一家全聯巴德大南門市 好這一些的足跡呢 要特別的注意 如果呢在這幾天 你有進出這個地方的話 確認一下時間 那有重疊的話 最好呢先趕緊來做自我健康管理 同時呢要聯絡相關單位了 其實呢在現在這個當下 已經要開始放年假了 那在大陸呢 同樣他們也有春運 在台灣我們一直在講了說 拿來北網的時候口罩戴好啊 記得勤洗手啊 戴口罩啊 然後呢要噴酒精啊等等 大陸同樣也是 特別是他們的春運呢 每一次的人數人次都很可觀 今年預估說春運人次會達到12億人次 他們現在光搭火車的人就有2億8千萬 地表人口最大千禧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有了不同的規範 如果搭火車買票的話 除了必須要核對電話身份 還必須要帶著48小時里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才可以搭車 檢票口一開 大批旅客前胸貼後背 搶金月台 今年春節春運期間近12億人口流動 比去年增長35.6% 光是鐵路運輸人流就有2.8億人次 防疫更是重中之重 從買票的第一步就開始戒備 與先前不同 買票得留下電話號碼 一次驗證碼不夠 還得核對兩次 我再給你們說一些驗證碼 你再驗證一下 生怕旅客只是懵中 反覆確定手機是本人使用 才能取票前往近站口 準備好核酸檢測 就要以後你還要 出示代表核酸檢測為陰性的綠碼 進入車站大廳時 雙方還有紅外線感應器測體溫 車站內部更有機器人來回消毒 每輛列車出發前 車廂和廚房都噴灑大量的消毒液 防疫滴水不漏 我回那個 疫情現在這樣怕不怕 我怕你回家呀 我回山東 這次跟上次區別就是 回去之後還要再做兩次 不僅離境需要持48小時 核酸陰性證明 許多地方更規定 返鄉後還得再採集PCR 就是怕12億人口的流動 讓病毒刺激而動 這也讓家人看到 返鄉親人的反應不一樣了 這裡是前面與北京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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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